为悼念在2023年年初因病离世的资深艺人李湘琴,TVB高层特意安排了在最近一段时间的深夜时段重播经典剧集《唐星风暴之家好乐园》。 该剧虽然已经是2008年的剧集了,但是在当年却引发了全程热议。 剧集收视率更是突破50点,成为了无可替代的经典之作。 所以,此次重播依然能够掀起不少话题。 这部剧作为《唐星风暴》的续集,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前作。 剧中汇集了当年TVB的《大半江山》,不仅有着林峰、黄宗泽、钟嘉欣、杨怡以及陈法拉这样的年轻面孔, 同样也有着夏宇、李思琦、米雪、关菊英和李湘琴这样的老戏骨。 这其中老戏骨李思琦凭借精湛的演技,相信一定给不少观众都留下了深刻印象。 随着《唐星风暴》第一部和第二部的大获成功,时隔近十年,TVB高层才决定再度启动《唐星风暴3》。 在外界看来,此次高层绝对是拿出了足够的诚意。 同样作为前两部核心人物的李思琦,在高层的邀请下也再度出山,参与了《唐星风暴3》的拍摄。 虽说最后播出的《唐星风暴3》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滑铁炉,收视和口碑都大不如前两部。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,李思琦在第三部的演出依旧保持了高水准。 在第三部中,李思琦饰演了性格强势的《霸气火姐》,与前两部饰演的角色差距挺大,但李思琦还是很好地撑起了角色本身,值得肯定。 其实可能许多小伙伴都不知道,李思琦当年也是通过选美比赛而正式出道。 他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因为参加《香港公主》的选美活动获得冠军后,签约力的电视出道。 随后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正式加入TVB发展。 由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正值电视行业蓬勃发展时期,也正值TVB创台初期,因此当时李思琦受到了高层的力捧。 在高层的安排与力推下,先后参演了多部经典港剧。 在当时,与汪明泉、黄淑仪以及赵雅芝被外界并称为TVB四大花旦,可以说风光无限。 对于演艺事业,李思琦一直都秉承着极高的热情。 虽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一度移民加拿大生活,但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心爱的演艺事业,仅仅在加拿大待了几年的时间,又再度回到香港,继续拍戏。 可能是太过于专注于拍戏,李思琦对于自己的身体健康并没有太多的关注,总觉得自己还年轻,熬得过去。 但是不幸福的是,在进入新世纪之初,李思琦就被确诊,患上了子宫颈癌。 所幸病情发现即时,正处于癌症初期,因此在医生的强烈要求下,他不得不暂停手中的演艺事业,开始专心待在家养病。 除了患有子宫颈癌之外,随着年龄的增长,李思琦身体也一直存在不少隐疾。 耳鸣,头痛这些情况,当初在李思琦看来都并不是什么大病,所以他也并没有太在意。 如果实在不舒服,只是吃吃药来止痛,毕竟人的身体就像一部机器,如果经常不做保养,随着日积月累,自然而然也会出现问题。 而最近这两年,据李思琦透露,他的耳鸣情况变得越发严重起来。 以前只是单纯地听到缠叫声,这几年,耳边除了缠叫声之外,还伴有重声、风声以及机器轰隆隆的声音,令他相当难受。 据悉,在2017年拍摄《唐心风暴3》时,李思琦的左边耳朵就已经退化了近四成的听力,几乎已经听不到声音了。 后来在医生的检查下,他的左耳属于神经性的系统退化,至今都没有找出任何的原因,所以也根本没有任何办法医治。 现在李思琦左耳只有带着仪器去训练听觉,通过音频刺激左耳。 自2017年拍摄完《唐心风暴3》之后,李思琦就已经决定吸营养病。 但在前段时间,他还有幸受邀,参演了舞台剧,可见他对演艺事业仍然抱有很高的热忱和敬意。 童星出身,凭借出演武则天、杨明立万的冯宝宝,也曾视他为偶像。 冯宝宝这样评价李思琦,有一次,我跟他一起拍《神女无心》,竟然看到他进入道具间,亲手在鞋子上绣花边。 我当时都惊呆了,因为从未看到哪个演员如此用心。 别的演员在梳妆台前补妆时,他会望着镜子出神,后来我才知道,他是在琢磨下一场戏如何演。 作为演员,李思琦给我的震撼非常大,在他身上,我深刻地体会到何为人生如戏,戏如人生。 如果说业内哪位演员对我的职业信仰影响最大,李思琦是当之无愧的。 在那个神仙打架的年代,能让冯宝宝学习的女演员,屈直可数。 因为冯宝宝本身就是童星出身,她的从业经验并不比任何人少,由此可见,李思琦的演技,非同一般。 1978年,李思琦跟谢贤搭档,出演《消失一郎》,凭借这一波当红女星的带星节奏,谢贤红得一塌糊涂。 当年,李思琦作为TVB台剧的当家大女主,跟她搭戏的男演员,后来都成为了老戏骨,例如谢贤、郑少秋、苗乔伟、黄日华、梁朝伟、刘嘉玲、万子良、陈玉莲、邵美琦、郑嘉莹等人。 这其中,老、中、青三代演员,应有尽有。李思琦究竟有何特别?或许,金庸笔下的包希若已经给出了答案,她外表看似柔弱,内心却坚韧刚强,并不输给任何虚美男子。 1983年,射雕英雄传之铁血丹心,横空出世,包希若这个让人又爱又恨又怜的悲情角色,让李思琦刻画得游刃有余,她的痴情,她的善良,她为了儿子杨康,不得不委屈求全的慈母之心,她对丈夫杨铁心的奋不顾身,殉情而亡的那份感天动地,至今依旧令人印象深刻。 然而,再能干的女人,依旧难逃糟糕婚姻的摧残。李思琦早年也经历了两段失败的婚姻,并且在第一段婚姻中与丈夫育有一名女儿。 据悉,当年只有21岁的李思琦初入演艺圈,就认识了身职法医的第一任丈夫叶志鹏。 在她看来,叶志鹏不仅善良,而且职业稳定,因此便对其一见钟情。 两人经过短暂的认识和发展,很快便确立了恋爱关系,之后便注册结婚,诞下了女儿叶志鹏。 但只可惜好景不长,表面看起来文志彬彬的叶志鹏却在结婚之后有了外语,还被李思琦戳破了。 而对于感情出轨零容忍的李思琦最终选择了同叶志鹏离婚,这段感情最终也宣告结束。 经历了第一段失败婚姻后,直到1992年,已经42岁的李思琦再迎来了自己的第二段婚姻。 这次的丈夫何伟强是一名商人,身家比较富裕。 遗憾的是,两人结婚后,李思琦才发现何伟强是一名不折不扣的毒鬼,对于家庭几乎不闻不问。 因此,两人结婚三年就开始分居,1999年正式离婚。 叶子清长得如同李思琦的翻版,母女二人站在一处,如同一对姐妹一般。 如此貌美如花的女儿,影视圈怎么可能忽视新二代的票房影响力呢? 也曾有人建议叶子清涉足娱乐圈拍戏,李思琦却表示,一切看女儿是否喜欢,不过我并不太喜欢她进娱乐圈讨生活。 女儿叶子清的兴趣爱好极为广泛,她喜欢骑马、烹饪、圆艺、手工艺,并且在学习语言方面表现出极大的天赋。 如今的叶子清是多伦多第一电台主播,离开了婚姻围城的李思琦,并未过上太多舒坦日子,而是在不久后住进了医院的病房。 2001年,李思琦被查出患了宫颈癌,在跟病魔展开了一番殊死搏斗之后,李思琦却又患上了枯骨症,接二连三地与病魔作斗争,也因此磨砺了李思琦坚韧不拔的性格。 直到2005年,身体恢复健康的李思琦,终于回到公众视野,第四次重返TVB,继续拍戏。 2015年,李思琦在内地买了豪宅养老房,跟女儿一起享受岁月静好的幸福小生活。 2023年,已经71岁的李思琦成为了不少网友心中越活越年轻的典型代表。 因为翻看她的社交媒体就会发现,她时常都会在上面分享一些生活点滴,其中尤其以自拍照为主。 虽说李思琦至今都还是单身并且独注,但是她一点都不孤独。 家里养有她的爱犬,爱犬也成为了她平时生活中最大的陪伴。 而空闲时间,李思琦也会时不时约上三五好友一同逛街喝下午茶,非常享受自己目前的单身生活。